Welcome back! 歡迎回到星巴克 今天星巴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變異數和標準差 那什麼是變異數、什麼是標準差呢? 星巴舉個例子來給大家聽喔 來我們看一下班上英文有三位同學 那他的考試成績是89、90、91 平均多少? 對,平均是90對吧? 接下來數學呢 班上也有三位同學 那他的分數是80、90和100 平均多少? 對,沒錯,平均也是90 那兩顆的平均都是90的情況下 你有沒有發現 數學的差距會比較大對不對? 英文的差距比較小 那我們就說 以標準差而言 數學的標準差會大於英文的標準差 這樣子這個基本概念大家有沒有理解呢? 好,那星巴舉個題目 範例6,我們來看一下怎麼來計算標準差 首先我們先認識一下 這個符號叫做算數平均數 我們要算標準差之前呢 都要先算算數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把全部都加起來 去除以看看有幾個數 好,這邊全部都加起來 除以5會等於80 這個算數平均數呢 我們稱呼它叫做μ μ就是算數平均數 這一題的μ是80 接下來我們的下一步是要算它的 這個東西我們稱它為sigma sigma它的平方它叫做變異數 sigma的平方叫做變異數 那它的算法呢 也就是把每一個數呢 和平均數相減的平方 來,86減80的平方 95減80的平方 73減80的平方 80減80的平方 以及66減80的平方 這些全部都算出來 要去除以5 好,算出來結果是多少呢 是101.2 算出來101.2 好,sigma的平方 它指的是變異數 那我們這一題要求什麼 sigma的平方也要求sigma sigma sigma本身就是標準差 那所以呢 它們兩個的差別只是在於 有平方跟沒平方 所以我把101.2 再開根號出來的結果 那也就是多少 我們如果這一題答案直接寫這樣就可以了 它說要用根式表示 那如果你用計算機按的話 它大約會是10.1 大約會是10.1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 μ平均數 sigma平方 它是變異數 以及sigma本身叫做標準差 接下來第二小題 一樣給我們5個數據 那星巴要教大家用另外一種方法 來算它的編異數 還有標準差 第一個做法 我們還是要先算它的μ是多少 70加66加48加54再加60 加起來除以5 也就是它的平均數 它的平均數呢 也就是59.6 好,那我們算出平均數來之後呢 下一步我們要求什麼 sigma的平方 所謂的sigma平方呢 也就是把每一個數 70的平方 60的 66的平方 48的平方 54的平方 60的平方 全部都算出來 然後再去除以5 後面要去減掉59.6 也就是什麼 平均數的平方 好,那這樣子我們所做出來的結果呢 是63.04 好,63.04它是什麼 這個是變異數喔 變異數 那標準差呢 標準差的話 就不需要平方 也就是要開根號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邊呢 把63.04開根號 所以呢 答案就這樣子寫就可以了 代根4 63.04開根號的結果 那如果你按計算機咧 我們大致上可以算出來 它就是大約7.9 這就是我們的標準差 好,我們剛剛介紹完了 標準差和變異數呢 有兩種不同的公式的解法 對不對 這兩個做出來都會是相同的答案 要請大家必須要按照題目給你的東西 或者是呢 你熟悉哪一種算式呢 我們就用那一種算式來找到 變異數還有標準差 第七 我們要講的是數據的平移 意思是說呢 我現在知道 它的 X的平均數是12 X的標準差是3 那有另外一組數據是Y Y呢 它就按照了什麼 X-5除以-4 去做一個線性的變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請問你 μX跟SigmaX 要怎麼樣轉換成 μY跟SigmaY呢 那我們說 這個平均數的部分呢 是完全按照它在做變化的 那原本是12對不對 大家一起-5喔 那平均數就-5 大家一起除以-4 平均數就是除以-4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 μY是多少 -4分之7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它的Sigma也就是什麼 標準差的部分啊 它並不會受到加減的影響 什麼意思呢 大家同加 每一個人都同加的情況下 那個標準差是不會變的 大家都同減呢 標準差也不會變 所以你的Sigma只要看到加跟減啊 都是不變的 只有底下的乘除 會影響到它的結果 但是呢 標準差 它本身的計算的過程 是經過平方在開根號的結果 所以它一定標準差是正的 所以待會我們要記得加絕對值 SigmaX是3 加減沒影響 只有乘除有影響 但是呢 遇到負的要記得加絕對值 所以呢 我們第二小題 SigmaY 所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四分之三 這就是它的標準差 經過了剛剛上一題的解說啊 有關於數據它的平移 怎麼樣把原本的數據 它的平均數 Mu 和它的標準差 Sigma 經過平移之後呢 有什麼樣的變化 剛剛做了一個解說 這一題 我們也想要用剛剛所學的東西 來做一下練習 請看範例吧 這裡有十位美女 參加選美大會的美女 她們的身高 我們想要求這些身高的平均數 也就是Mu 還有標準差 也就是Sigma 想要求這兩個數據是多少 可不可以直接算 可以 但是 在這邊我們想要運用這個平移的技巧 我們如果把這些數據把它平移轉換成Y 看看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把所有的X都乘以100倍 再減掉7 170 我們會得到Y 這樣子數據會不會變得比較簡單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乘以100倍再減170是5 這個乘以100倍再減掉170是8 這個是99 19 6 9 11 負2 6 你會不會覺得橘色這些Y的數據 有比剛剛來的好算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是整數嘛 對不對 比較小的一個整數 比較容易計算 好 那我們待會這個東西 平移它的一個什麼 一個線性的變換 待會要用到它 我們先來算Y這個數據 它的平均數是多少 好 第一小題 我們先來算一下 它的平均數據呢 就是把這些 μY會等於5加8 加9 加9 加19 加6 加9 加11 加負2 加6 全部加起來除以多少啊 全部加起來要除以10 好 全部加起來去除以10 好 那這個數據呢 我們算出來是8 好 那μY是8 那我們要來求它的什麼 啊 Sigma的平方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是變異數對不對 Sigma的平方是變異數 好 變異數的求法是什麼呢 5 減掉 平均數 8 5減8的平方 8減8的平方 再來是 9減8的平方 以此類推 每一個數 都拿來減掉 平均數 那它的平方 好 好 這些全部都算出來 再怎麼樣 再去除以10 好 全部算出來去除以10呢 我們就得到的是25 這個是 變異數 Y Y變異數 它是25 那所以Y的標準差 應該是多少 更號25 Y的變異數 它是標準差 是更號25 那問題是我們不是要求Y的標準差 也不是要求Y的平均數啊 好 我們第一小題把它改到這邊來寫 我們要求的是X的耶 對不對 那所以呢 X的平均數 應該是隨著 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把我們剛剛求出來的 μY把它帶進去 8帶進去 我們要反推回去喔 來 我們先加上170 加上170之後再怎麼樣 再除以100 好 我們又把它轉換回來了 這個是我們原本要求的 白色這個數據的平均數 標準差呢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標準差跟加減無關 只有跟乘除有關 所以我們說它的標準差 μY應該是100倍的 對不起 SigmaY應該是100倍的SigmaX 加減沒有影響 SigmaY剛剛算出來是5 所以呢 我們經過除以100 就可以得到SigmaX應該是0.05 這個是我原本白色這一組數據的 什麼東西 標準差 好 我們先用橘色的算出來之後 再轉換成白色 先寫下來 接下來我們請看到範例10 範例10他說 某一次考試啊 考的大家都不好 那所以咧 數學老師決定要幫大家成績 開根號乘以10 這種情況啊 其實星巴在大學的時候也有遇過 全班都考太爛了 老師決定開根號乘以10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方案呢 如果你考36分的話 開根號 再乘以10 是多少 60 對不對 那如果你原本考100分呢 開根號 再乘以10 10乘以10 還是100 這樣子的方式啊 也就是考不好的同學啊 分數會變高 那原本考好的咧 100分的還是100分 這樣子的方式其實是 會應用在我們平常出的比較難的題目上面 好 那現在原本的數據是 X1到X50 那現在經過呢 老師開根號 再乘以10之後呢 也就是黃色的這些數據 那它的平均呢 變成了65分 而它的標準差呢 是15 好 那我們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數據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去找回 原本的白色這個數據 它的平均數是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咧 把黃色這些數據 全部都先除以10倍 我們會得到X1的開根號 以及 根號X2 根號X3 一直到根號X50 我把這些黃色的數據 全部都除以10 那麼我們的平均數 當然也就會除以10 那我們的標準差咧 也一樣會除以10 標準差跟乘除有關 跟加減無關 好 那我有了這個橘色的這個數據之後呢 我們來說 這個標準差它是怎麼來的啊 標準差它應該是由 每一個數據的平方 平方 這個是求標準差的第二公式 每一個數據的平方 把它全部都加起來 x1 根號平方 x2 開根號的平方 一直到 x50 開根號的平方 這些平方 全部加起來 要除以多少 除以50 好 除以50呢 還有呢 要減掉 平均數的平方 好 那這樣子呢 原本是我們在求什麼 變異數的方法 可是這是標準差 所以我這邊還插一個什麼 還插一個根號 插一個根號 好 這樣子才是我們的標準差 好來 我們經過一個化減 兩邊同時平方 這邊會得到2.25 這邊呢 這邊平方之後 根號就不見了 好 所以呢 這邊我們可以寫成 x1加x2加x3 一直加到x50 而這邊呢 6.5的平方是多少 在旁邊算一下 42.25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做一個移向的動作 這個移向過來 這個移向過去 我們就會得到 x1加x2加x3加到x50 去除以50 會等於 這兩個相加是40 2.25加2.25是44.5 對不對 44.5 好 好 那 這個東西 它其實 答案就算出來了耶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求的這個m 其實就是原本 白色這些數據 x1 x2 x3 到x50 它要求平均啊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也就是我們的m 對不對 有沒有 x1 x2 x3 加到x50 再除以50 就是m耶 所以呢 得來 全部費功夫 這一題 我們的m算出來 是44.5 我們的選項要選哪一個 要選1 那這個題目呢 它就是在講解一個公式的運用轉換 好 求標準差公式的第二公式 好 請把它看一下 好 經過剛剛介紹開根號乘以10的 一種計算方式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看到的是 物質成績的情況 這裡有10位同學 他的平均是56分 那他的標準差是4 然後呢 老師不小心把其中一位同學 我們稱他為x10 我們不小心把他登記為60分 但是他實際上的分數應該是70分才對 所以呢 我們少算了這10分 那請問你 新的數據底下呢 他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分別是多少呢 這種題型非常的長考 原本舊的分數應該是 平均56 總分是560 10乘以56是他的總分 原本的總分 我們少算的10分要加上去啊 除以10的結果 他的新的平均數是57分 第一小題大家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第二小題 我們要來運用標準差的第二公式 標準差的第二公式 常常會是用在應用的地方 我們來寫一遍喔 這個標準差 4怎麼來的呢 是x1的平方 x2的平方 x3的平方 一直加到x10的平方 除以10 除以10 再減掉 平均數56的平方 最後這個是變異數 我們要記得再開根號 這才是標準差 好 那我們把它還原回去兩邊先 平方 然後再做一個移項 兩邊平方 這邊是16 那這邊呢 沒有根號之後呢 我們就照抄 照抄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一個移項 56平方算出來應該是多少 56 56 66 36 56 35 36 38 31 36 那我們要來做一個移項的動作喔 3136 我們先移過去會變成 31 多少 加16 3152 3152 減的移過去變加的 除10移過去變成10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算出 x1平方 x2平方 x3平方 加到x10的平方 為31250 但是不要忘記囉 這個是用原本的什麼 60分 在做計算的 你用原本60分 在做計算的 可是它實際上的成績 應該是70才對啊 因此 x1的平方 x2的平方 x3的平方 加到 我們要來換成一個新的x10的平方 原本是60的平方 3600 但是現在我們要換成70的平方 是不是4900 所以我們要換成新的 它應該要多增加1300 所以我的31520 我換成新的之後 我這邊要多加1300上去 因此 x1的平方 x2的平方 x3的平方 一直加到最後一個新的x10的平方 應該是32820 現在我們再利用第二公式來算標準差 好標準差呢 我們來計算 第一個呢 也就是用我們剛剛所算出來的平方 全部加起來 32820 除以10個人 再去減掉什麼東西 減掉新的平均數 57的平方 再開根號 來這邊是多少呢 這邊是3282 減掉32多少 3257的平方是3249 所以我們算出來這邊是 根號33 我們來觀察一下 原本的標準差是4 後來的標準差變成根號33 大概是5點多 對不對 標準差變大了 為什麼變大呢 原本的分數60分 新的分數是70分 而70距離什麼 它的平均數是不是來得更遠了 對不對 你的數據 距離原本的平均數更遠 那我們的標準差 當然也就會拉大了 把它寫下來 我們剛剛看完了一個數據 它的物質 更正一個數據之後 它的新的平均數和新的標準差 現在我們範例11 我們來看看 兩組不同的數據 我們把它整合在一起 新的平均數和新的標準差 會是多少呢 請看 二類組的同學有300人 平均數是50 那它的標準差是10 那三類組呢 有200人 它的平均數是60 標準差是12 我們試試看 要怎麼求新的 平均數是多少 來 平均50 那總共有300人 所以呢 我們新的平均數 應該是300 200 乘以50 是它第二類組的總分 再加上200 乘以60 是第三類組的總分 我們把它全部加起來 除以500人 我們就可以得到 全部的人呢 它的平均數 應該是54 好 第二小題 我們要找新的 什麼東西 新的標準差 到底會是多少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標準差的第二公式 標準差第二公式很常拿來做運用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組 X的數據 標準差10是怎麼來的啊 10是 4 根號 這邊是 有300人喔 X1平方 X2平方 一直到 300人的平方 去除以300 後面還要減掉 什麼東西 減掉平均數的平方 那是多少 50 的平方 好 我們把兩邊平方之後 再把這個2500 移向過去 再乘以300 我們就會得到上面的這一群人 好 這邊平方是100 再移向會得到什麼 這個移向會加2500 對不對 好 這個也移過去了 接下來要移什麼 移300 300除的移過去變成的 這樣子我們就會得到 X1的平方 加X2的平方 一直加到X300的平方 好 來我們這邊算一下 2600 乘以300 的結果 是多少呢 是2600 兩個0 兩個0 四個0 26 乘以3 應該是78 78 000 這個是X1平方 X2平方 加到X300的平方 的和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第二個 標準差是12 標準差是12 怎麼來的呢 根號 Y1平方 Y2平方 一直加到Y幾個人啊 它總共有200人 200人 200人 的平方 全部去除以200 這邊要減掉什麼東西 減掉平均數 60 的平方 好 跟剛剛一樣的動作喔 我左右兩邊先平方 這邊就變成144 對不對 這個呢 3600 減3600 移向過去 這邊變成加3600 最後呢 這個除以200 要移向過去 就變成乘以200 這樣子就會得到什麼東西 得到Y1的平方 Y2的平方 一直加到 Y3 200 Y200的平方 好 那我們把它計算一下 這邊全部算出來 應該是3744 乘以多少 3744 3744 乘以200 所以我們就得到 74 88 00 好 那我要怎麼把它合併在一起呢 把它合併在一起 我們就要求新的 什麼 新的標準差 好 新的標準差怎麼算啊 我要把這邊的7800 再加上這邊的呢 200個人的平方 748800 全部加起來去除以 人數變多少了 變成500人 好 全部算出來是500人 除以500之後呢 要減掉新的平均數的平方 應該是54的平方 好 最後要記得開根號喔 沒有開根號是變異數 有開根號變成標準差 好 那我們這邊經過計算呢 我們就會得到 141.6 開根號 好 這題答案寫這樣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按計算機 你就可以求出 它大概的值是11.9左右 好 大家有個觀念喔 這個平均數54 一定會介於這原本兩個平均之間 而這個新的標準差 11.9 也是會介於什麼 10跟12之間 OK 這個是我們數據上面的一個性值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標準化 那什麼是標準化呢 我們現在有兩組數據 X的數據是身高 Y的數據是什麼 體重 那我們現在要做標準化的過程呢 它的公式也就是 減掉平均數去除以標準差 那我們星巴先說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標準化的過程 如果我們把這些數據 全部都標在一個直角座標系上面 那你就會得到 163 48 對不對 165 54 對不對 那就會距離一個什麼 遠點會非常的遙遠 那我們在做標準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把它精簡 把它變回 大家都會在我們的遠點附近 這些點都會在我們遠點的附近 這個就是我們標準化過程的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呢 我們等到下一題再講 好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求什麼 平均數 第一小題 平均數也就是 163 165 167 171 174 全部加起來去除以5 我們就得到第一小題 它的平均數為168 再來呢 我們還要求什麼 標準差 標準差的做法呢 也就是 我們給的這些數據啊 我們得到單一數據 我們常常都是用標準差的第一公式 第一公式怎麼算啊 相減平方加起來 除以n再開根號 相減平方就是 163減掉168-5 對不對 8平方 165-168是多少 -3 再平方 這兩個相減 -1 再平方 這兩個相減 3 再平方 這兩個相減 6 再平方 除以幾 除以5個人就除以5 但是呢 我們在求標準差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做什麼事情 要開根號 要開根號 好 所以呢 這個標準差 我們經過計算 我們會得到 標準差的結果是4 好 我有了平均數 有了標準差 我就可以來做 標準化的動作 第一個數據 163 163 我們把它 減掉 平均數 除以標準差 除以標準差 我們就會得到它的數據是多少 -4分之5 好 就把它 怎麼樣 縮小縮小 縮小到很靠近 遠點附近 再來 165-168 相減 再去除以什麼 平均數 平均 除以標準差 我們就會得到-4分之3 接下來第三個數據 167-168 相減除以4 也就會得到-4分之1 接下來 171-168 除以4 這就是4分之3 數字變得很小對不對 接下來174-168 除以4 我們就會得到-6除以4 是2分之3 好 數據就會很靠近遠點 這個是第一小題 也就是x的數據 我們標準化之後的結果 接下來第二小題 我們來看一下 y的這些數據 我們想要把它 做標準化 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先求出 μy μy 也就是y的 平均數 好 y的平均數 全部加起來除以5 算出來是多少 算出來是60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是什麼 要求 sigma y 也就是 標準差 標準差怎麼算呢 相減的平方 單一數據就是相減的平方 48跟60 相減的平方 54跟60 相減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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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加起來 除以多少啊 5個數據嘛 對不對 除以5 最後不要忘記 要開根號 沒有開根號是變異數 有開根號是標準差 好 我們這樣子所求出來的 標準差是8 那我們要來進行 標準化的過程 48 減掉 60 再去除以它的標準差 我們會得到第一個數據 負12除以8是多少 負2分之3 第二個數據呢 54 減60 除以8 負6除以8是多少 負4分之3 接下來第三個數據是 是62 62 減掉60 再除以8 會得到多少 4分之1 大家都在原點附近 都在0附近 接下來第四個數據 66 減掉60 除以8 是多少 4分之3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70 減掉60 標準化的其中的功能 是把我們的數據 把它移到很靠近 遠點的附近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標準化的第二個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13 他說 英文學測班平均是10 數學學測的班平均是9 看起來英文有考的比較好對不對 這個是班上的標準差 英文是3 數學是2 今天雅琳他考的成績是英文13疾分 數學12疾分 看起來好像英文考的比較好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經過標準化的過程來告訴你 雅琳的成績相較於班上 到底是哪一個考的比較好 首先我們來把它標準化 這13怎麼標準化呢 13減掉10 先減掉平均數再除以標準差 我們得到他標準化 英文標準化的數據是1 接下來數學呢 數學12 減掉班上的平均是9 對不對 好 相減除以他的標準差是2 所以我們得到2分之3 就是1.5 好 這第一小題 我們所做出來的呢 這個是標準化的結果 那第二小題 請問你他哪一顆考的比較好呢 好 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稱他為 雅琳他的成績 比班平均多了一個標準差 他比班平均多了一個標準差 那但是數學呢 他比班平均多了1.5個標準差 所以呢 我們的結論是 雅琳的數學其實是考的相對 所以班上是比較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標準化的第二個功能 不是單看他的分數 而是要透過標準差 去做一個評估 這才是我們判斷出來的結果 他的數學是考的比英文來得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最後一題囉 請看範例14 加以兩個人在不同的投開票所所得到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要怎麼來得知誰才會當選呢 難道這邊60%就會當選嗎 不一定對不對 我們這種題目必須要看兩個投開票所 他票數分別是多少對不對 哪一個票數比較多 我們得到的比例比較高的話 這樣才會當選 因為畢竟人數不同的話 我們所得到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假所得到的票數呢 0.4乘以x 再加上0.55 再乘以y 這個是假所得到的總票數 以呢 0.6乘以x 再加上0.45乘以y 這就是乙所得到的總票數 那如果今天假要勝過乙的話 那他必須要符合什麼條件啊 假要比乙多 那就代表0.4x再加上0.55y 要大於乙的票數 0.6x再加上0.45y 到這邊大家都OK嗎 來移項 移項過去是-0.2x 會大於這邊移過來是-0.1y 兩邊都同乘以-10 乘以-10這邊得到2x 乘以一個負數這邊要改成小於 不等式的乘除 這個以前講過 國中就教過乘除負的必須要方向改變 這邊乘-10 這邊乘-10應該是y 好 兩邊同除以y 再除以2 兩邊同除以y再除以2 就會得到x跟y的比值 如果是小於1 2分之1的情況下 那麼假就會當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怎麼問 A選項他說 當有效票x加y加起來就可以決定當選人的票數 對還是不對 不對喔 你光知道x加y沒有用 我們必須要知道xy的比值到底是如何才會得知 所以呢 x加y無法判別他是否可以決定誰當選 接下來 B選項 他說 x跟y的比值小於1 2分之1就可以決定當選人了 x跟y的比值如果小於1 2分之1就可以決定當選人了 正確 誰當選 假當選 對不對 這樣子是假當選 正確喔 接下來C選項啊 他說 如果x大於y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決定誰當選 對還是不對呢 我們這邊剛剛提到 如果今天是假當選的話 是這個比值小於1 2分之1對不對 那我們反過來來看 那如果今天是已當選的話呢 它會怎麼樣 那就是什麼 xy的比值應該會大於1 2分之1 對吧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C說 如果符合x大於y的話 就可以決定誰當選 我們把它看成是比值的話 x跟y的比值大於1 x跟y的比值大於1的話 我們看這裡 x跟y的比值大於1 2分之1 我就決定是已當選的對不對 這樣子的情況下是已當選喔 那如果它又大於1 是不是等於也就是大於1 2分之1啊 是的 所以呢 如果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可以確定 它是已當選 好 所以這個選項是正確的 可以決定是誰當選 好 好 接下來諸選項 它說 如果假 假在第一投開票所所得到的票數呢 比在第二投開票所得到的多的話 我們就會決定是誰當選的 這個選項對嗎 假在第一投開票所所得到的 比第二投開票所得到的還要多 都是指假喔 都只有假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樣子 對還是不對 兩邊同乘100 左邊除以y 右邊除以40 我們就會得到x跟y的比值 應該是等於 除以5 8分之11 8分之11的情況下 是不是比1來的大 比1來的大 當然就比1分之1來的大 沒錯 那比1分之1 比值比1分之1來的大的話 最後就會決定是已當選 好 所以呢 這個選項 當我們知道 這個大於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會決定是誰當選的 這個選項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確定是已當選 好 我們在1選項啊 題目說 如果已在第二投開票所 已在第二投開票所所得到的票數 如果多於他在第一投開票所所得到的票數 那麼就會決定是誰當選的 這樣對還是不對呢 來 我們把它先顛倒過來寫 0.6x會小於0.45y 這兩個寫法是一樣的 兩邊同乘以100 左邊除以y 右邊也除以y 左邊除以60 右邊也除以60 我左右兩邊都除以y 又除以60 所以這邊60沒有了 y再分母 這邊y沒有了 60再分母 好 好 x跟y的比值是小於 六十分之四十五 也就是四分之三 比四分之三來的小的時候 可以決定誰是當選人嗎 來我們看這裡 已當選的話 比值要大於二分之一 假當選的話 比值要小於二分之一 因此我們的小於四分之三 也有可能會落在這裡 變已當選 也有可能會落在這裡 變成了假當選 所以我無從得知 這樣子給我們這個結果 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是誰是當選人 所以因此我們這個選項的結果是不一定 所以一不能夠選 好 那我們今天的 意維數據分析的第二回合 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有關於變異數跟標準差 以及它的應用 標準化拿來幹什麼用的 星巴都解釋給大家知道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星巴克我們下回見 拜拜